信心 调气 东洛杉矶慈悸人 启动无量益金超金班 养育四个孩子的游诗盈 感谢姐姐的邀约 就是我平常连在睡觉 我都还要提心吊胆的 怕哪一个哭 哪一个可能做梦啊 踢被子啊 都还要起来这样子 就是现在两个小时安静 我觉得很舒服让自己 八十岁的徐一芳 六十年来没再写过书法 我已经没有练 所以那个字 一撇了撇的时候 都会有点弯弯扭扭 就是说手会发抖 可是写到我最后 你们说喊停的时候 不想停 对 我已经可以写了 太棒了 各自忙碌的好朋友 结伴超金放下烦恼 坐下来可以沉淀一下 不然平常生活真的很忙碌 平时也有一点点 有会超一点点 但是没有超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 会让你真正心静下来 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曾永中 李建群美国报道